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一些异性朋友在一块说一些暧昧的话 我就接受不了 我感觉这样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汤先生60岁来自山东退休 女嘉宾佛女士58岁来自山东退休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多少年了 大哥 有36年了 当时怎么认识他 我父亲和女哥父是久友 久友啊 后来一提结婚 结果我们还是一天的生日 很巧 谁跟谁一天 我和女哥爱你 当时我不知道 登记的时候 登记员说我 你抱我年龄 我说1958年524 结果同时他还说524 我是60年5月2的事 这样的 等于你们是赴一辈 从这个久友变成了亲家了 这样的 没恋爱过是吧 没有 这就是应了那句话了 就叫先结婚后恋爱 人家这场恋爱 溜溜就谈了36年 跟他说跳舞是吧 对 跳舞跳什么舞啊 跳的教育舞 教育舞方面呢 也是惹了爱人生气 其次 其中呢 就是舞蹈老师吧 就是有一次下课以后 老师说呢 电器这个商店 开业看去吧 正好他家里刚装用完 想买一个净化器 到了看我一个净化器呢 是3000块钱 当时老师说没带钱 没带钱 就会学生来讲 我考虑 也应该送个老师礼物 我就拿卡去刷了 刷以后 后来老师又看了一件 电器 电瓶箱1000多 正常我刷了两瓶箱 一共4000多块钱吧 这是老师要求您刷的吗 没有要求 没有要求 这个男老师女老师啊 女老师 还有其他的 我有跟着 都去了啊 去了一共 两五半 我们三个吧 一共就杀人 就没三个 俩旅一男 是吧 谁要求去的呀 老师 他是要看还是要买啊 他是看看展销电器 然后看好了两件 就刷了 他还没带钱 他还没带钱 他要买东西来不带钱 就带您去了是吧 您就刷了 钱包 您跟他学武要交钱吗 交钱 交多少钱 交了500块钱 他对外的学费是500是吧 是的 那您这礼物送的可大呀 当初是 对外是200吧 对外是200 考虑老师你辛苦 然后呢 我都交三块钱 所以您是特别尊重老师的 人家收200 您要交500 他根本就不过说实话 对吧 他刷下去呢 四千块钱吧 我就问他 因为信息在我这里了 就虽然是他的坎 我一看刷下去了 我打电话 我说 你怎么又刷下去 四千块钱呀 他说 老师今天请客 在一块聚会 老师没带钱 我替他拿出去 对吧 骗我 你骗我干什么 不是骗你 对吧 当时我靠 跟你说你回报 怕你生气 我想将来我老师要给钱呢 我把钱急着补上 你也不会发现 是吧 同时 同时呢 同老师还会给钱呢 我想是买电机 老师如果钱给了的话 我就补上了 如果不给的话呢 我再跟你说事情 您的意思是 当时是把钱借给老师的 是吧 当时来讲 也不存在这个借 这两可的意思吧 就是老师给呢 我就不给 我就送给老师了 同时这个 这十年多块钱 他是其实这样的 其中有五六个五友吧 知道以后 就分担了那个 接近两千块钱的 那个电器第二件 这三十块钱呢 就是我自己承担 后来我伯伯在里边 看一看 我承担太多 他就立开他们 五六个五友 就给我一起分担这三十块钱 我们俩等于一千五 这样的 就我总共拿了钱 一千五块钱 你说他给你了 那么那钱给谁了 信用卡是我还的 你知道吧 咱们在说人的事 不说钱的事啊 人怎么样 我人对他终于更多 这小片里可不是这么说的 如果你看我掏 这钱 我就 那多少钱 十块钱都没有 我说问人 我人也好好的 人好好的 但是小片里可不是这么说的 对 你老是骗我 对吧 你出去跳舞 我也不反对你 对吧 你去跳舞 为了锻炼身体 因为你说有高小压 有什么 这不好那不好 对吧 我也支持他去 他去了以后呢 对吧 和一些异性朋友在一块 你不要说那些亲密的话 什么外密的话 对吧 微信里边 你天天光给手机过 你还给我过吗 对吧 里边说什么 我爱你了 我想你了 又是抱抱了 这种话要给谁说 这样的 我是村主 好多村友呢 在里边吧 人家发大哥 那我一定喊小妹 很友好的问候 对友好的回复在这里 那他也叫你干什么 你也去嘛 他发抱抱的片 是那图片 你不能规定人家 你该说什么话 该发什么图片吗 是吧 也规定不了每个人 他可能有个人 那他还发了 我爱你了小妹 他说 小妹我 我那个 说我 这这个 哎呀 怎么说呢 你是不是也回了 我爱你 对 很友好的 回不来 这好像不是个友好问题吧 这个我错了 我又 杜琢在旁边 是 好吧 光说杜琢 说了几次了 你能改吗 你改过一次吗 能改 什么时候你也没改过 我能相信你吗 还有一次 对吧 我给你要是一个清闲的人 我得去上班 我得围这个家 我那天下班下地找 我都坐车 过去上那个地方 找他去 跳舞的那个地方 对吧 到那一看到 人家都跳舞出来了 出来以后 别人都又认识我 嫂子你怎么过来了 来这么晚 我说我刚下班 刚走到这里 人都走了 我说站在大门口等他 人都出来了 他也不出来 出来以后呢 开这个车 拉这个女的出来了 那个女的呢 坐在副驾上 她看到我在那站着 她停在路 我就坐在后边了 我上去以后 那个女的下来 好像两人说话 直直无误的 还介绍 这是你嫂子 什么地 那个女的就不敢说话 到红利灯了 她说 你要不带人下来吧 北边有站牌 说你从那个站牌上 坐车走就行了 那个女的也不说话 就下去了 下去了 我们俩就回家了 回家一会儿 我又看到她的手机 那个人就用语音 用什么跟她说话 你看快吓死我了 我都迷了 我六点还没到家 这是什么话 那我怎么去想啊 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我当时就不相信她呀 她怎么说我也不相信她 所以您的推理是 我推理是 我说是 跟她不是一般的关系 没事啊 初心是这样的 应该说我感觉是多想了 我感觉没有什么 说话也不自然啊 对吧 说话是那种自然的情况嘛 我没感觉都不自然 对吧 你给别人这一块 别人给我说话 我让不让你怀疑了 那个是您伍伴还是 我有 那她怎么坐上的 您的车呢 您不是答应 拉人回家的吗 还是拉到站台那儿 她是我感觉 想象着我答应她回家 实际上就是 一块下来以后 就是把她烧到一段 到公共车站 她就坐下走 我要不去 也不用人家说什么 你都自愿地把那胸走 你知道吗 对吧 还有 你那手机我拿着 对吧 给你打电话 我感觉就是这个女的 打电话呢 我说喂 我是你哪位啊 我是她对象 她开始把电话 给我扣死了 她扣死了 又打了一次 打了一次 我有喂 她又扣死了 她一听是一个女的接电话 她又扣死了 后来我一想不对 我就给她打过去了 我打了三次电话 她都不接 为啥呢 就是我 你跟我说了一会儿 我还死了 我说你打了电话以后 我不在 我对象接着 你怎么不讲话 她说 没见面不舒适 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说你该说什么 说什么 该找我找我 是这样的 也没有什么 我问个问题 您发现没有 每次你要有点 什么小异动的时候 好像嫂子都能发现 她会洞察一气 怕吗 我身上不怕影响 我没做什么 她照镜我 我不是妖镜 我是人 你叫那些大家伙听听 你做的这一些事 是我怀疑你吗 你爱我爱家庭 我知道 所以手机里呢 你随时看我手机 我还没发说 对不对 你不给我钱 我还敢情愿 做饭 做好吃我多吃 做不好我不吃 或者少吃都可以 没怨怨过 我很爱你的 我很爱在家的 你别说我没给你钱 对吧 我给你了以后 你拿着乱刷钱 我能敢给你吗 嫂子问一句话 平常在家里对您好 退休以前还可以 从退休以后 她就不关心我了 她光给手机 给伍伴就过去了 是这样吗 说的应该是不对的 有时你下面 看快下面时间到了 我给你打电话 我晚上吃什么 我现在把这个菜 需要炒好 你来了吃下肯定饭也有啊 对吧 这是疼你的表现啊 你叔叔有几次呀 那叔叔说来吧 问一句啊 问一句 不吵了 您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呀 我主要目的 看他改不改 就改什么呀 你不要说那些外秘 和亲近的那些话 所以您到底来干嘛呢 我看他改不改 他说看不看我改不改 我不改 不想我过去了 其实我求你 我离不开你 我就不想给你过了 跟你说吧 能借舞吗 你叫我借 我又借 你别再说了 求你了 我都不相信了 你知道吗 我一吃吃 我还能相信你 你愿意我借 我又借 我不要吃饭 我可以不吃饭 我不相信 你别说那么好 我不吃饭会饿死他 这个退休之前是这样吗 退休之前不是这个样 就退休之后 是这样 变了 对 对 这个退休之后 最大的就是因为他跳舞了 是这意思吗 对 所以您的目的是 他做的这些事都太过了 他要借了 我不做了 以后 改了 能相信吗 改了 我以后 我做饭了 一天才那饭 前面我下边到家吧 他都拿那个手机 我说 你要把 我来了 下边回来了 我说你要把手机放到那里 我说你能不能跟我沟通沟通 跟我说个话呀 您这资料上面说 您现在不也退休了吗 对呀 我也退了 为了就一起跳了呀 他犯兴了 我才回这个家 还想护这个家 还想挣钱 还想挣钱呢 为了健康 前年要不躺 等于他 给我的弟弟的生命 前年我差点没走了 高桥脑冻 以后 高桥二北 后来到了医院以后 真是 他等于 前年后给我看病 我很感动 他为了我 叫我跳舞 我后来说我跳舞 最后要不跳舞 我就 可以说不存在这 这里面 这里面其实就引出一个小背景 等于前两年身体不好 是吧 对 托夫人的福 照顾 活回来了 然后还是夫人上跳的舞 是吧 锻炼身体 没想到这一跳舞 跳出事来了 这可咋整呢 来 我们一起进入 秋笔测文卷 哎呦 大哥呀 不哭了啊 我看得出来 大哥真的知道自己错了 他在这个台上说错了 我不相信他一定能改了 行 我帮你跟他说说 说完了咱看 您能不能给他一点信任 大哥为什么上班的时候挺好的 退休了以后就变了呢 咸的 林青霞 我们的女神 我们不知道人家的婚姻关系 到底因为什么终结 但是我知道 六十多岁离婚 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姐 今天到这儿来 就是要一个态度 你怕不怕失去她 我怕 你怕 你还跟别人说你爱她 我不会 尤其刚才那儿讲的 哎呦一把鼻涕一把 累的我老婆照顾我呀 给我花钱治病 完了您还出去跟别人搞这个 错没 错了 改不 改 他在这里改 回家不一定改 我改 不能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对吧大哥 对 我会一天三天做 跟你做饭吃 我帮你供起来 大姐你平时怎么叫她 没 那你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你说没我爱你 没我爱你 亲爱的没我爱你 永远爱你 我爱你一辈子了 大姐我接下来跟您分析分析 咱们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从一上来到现在 你唯一笑一次是对我笑的 你一直把了一张臭脸给她 你知道她为什么有之前的那些行为和举动吗 她出去找存在感去了 你想想看 她为什么人家那老师收学费两百块钱 她非给人五百块钱 还不就是想老师多关照关照自己吗 多教教自己吗 你说一回家 你就给她摆一张臭脸 和她到外边去 人家那些老师们 冲她笑得跟花一样 她怎么选 她虽然心底里对您也有感激 也有爱 也对家庭有责任 但是她控制不了她自己的行为 所以我们这边没有问题吗 也有 就是把老公抓太紧了 这么大一老爷们 兜里就十块钱 都没我儿子零花钱多 我回家把这些钱也交给我 我一向不用 十块钱都得交了 对不对 一向不用 你看看 所以咱就是抓得太紧了 抓得太紧以后怎么样 适得其反 女人 功成为下 功心为上 你把你的柔情 你的体贴 多多少少少给她一点 还时不时地丢出去一点 不全给她 因为你给多了她也嘚瑟 时不时地丢一点 转回来 丢一点转回来 大哥就特别听你的 好 知道了 我觉得 两位 同月同日生 是多么大的缘分 面都没见 就这么过了三十六年 是多么不容易的情缘 是的 所以就是珍惜 我希望你们改正 包容 祝你们可以携手与共 看尽着世间繁华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专家 大哥就是典型的 退休综合证 有的人呢 是宅家里面管小孩了 还有的呢 是出外交际去 都是为了刚才 左洋老师说了 找那个存在感 这个时候你刚刚好 跟她说 你去学跳舞啊 她马上就进入那个分支 出去交际去了 可开心了 你看 年轻时候都没见过 那么多小妹妹 现在我见到了 可开心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相信她 你别看她在这儿 那么可怜兮兮的 对 这在家是小弟 出门是大哥 是 他在外面是组织的核心吧 是 出手阔绰 对 都可借了 对吧 可喜欢她了 是吧 知心人 是 是 你说的真对 就是这个样 是吧 就好像他自己干的一样 对 你这么说 我还年轻呢 所以大哥 你啊 在这儿 别装可怜 真的 就是 虽然你年纪的 但我见得多了 就在家里面 老婆管得很紧 然后出门的时候呢 对这个也阔绰 对那个也贴心 所有人跟你之间 都有一个 情感的联系 然后呢 为什么那些姑娘 那么怕大姐呢 因为你一直在外面 传说大姐是个母老虎 说白了 你不一定出轨了 或怎么样 跟人家怎么样 无非你就一直在说 大姐对你凶而已 是 朋友之后 我说 我是七晚言 对嘛 所以你不断地说 以至于那些女的 就吓到了 看到她就吓到了 无非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 互相已经没有 情感交流了 你们已经互相 不再为对方的 情感支柱了 没有了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越来越多 在年纪大了之后 觉得 因为我们是 老夫老妻了嘛 所以我们只要 满足相互的 生活需求就可以了 而忘记了 我们需要满足 对方的精神需求 精神上面要互为支撑 也就是说 你要认为 你唯一亲爱的是她 那么唯一亲爱的她 不是叔叔而已 你什么事你都想着她 你唯一想跳舞的人是她 你想去跟她看个电影 想跟她去捋个游 这叫互为精神支撑 对吗 所以我比较建议的 一般都是 当我们退休之后 也别想赚钱 也别想交际 退休之后该怎么办 我们再去谈一次恋爱吧 就像年轻时候一样 我们重新再活一次 重新再谈一次恋爱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谢谢 来 莎娜老师 您知道为什么 您这这么诚恳地认错 阿姨为什么一直不相信 您知道吗 就是因为您表面功夫 做得太好 认错坏 态度好 就是怎么看 怎么都觉得 您说得不太像 那么回事了 我那很实际 因为你认错太快 态度太好 而你的实际行动 和你的表面 正好形成了 强烈的对比和反差 所以您今天在这 表述的再无辜 决心再大 可能阿姨都不会太相信 说得再多 不如做一件事情 阿姨是属于什么呢 纸老虎 刀子嘴 我相信啊 灵活到这个年纪 在你们曾经的过往 您还是幸福偏多的 对 是吧 您是属于 被她捧在手上 怕掉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的 那个感觉 是吧 是 一直都是受宠的 被宠的 突然间 诶 变了 怎么宠别人去了 所以您今天来这儿的目的 很明显 就是要找回 曾经在家里 被宠的那个感觉嘛 但其实 我们说婚姻最大的意义 是什么 老来伴 婚姻最大的意义 就是陪伴 陪伴 是相互的 我就是希望你们二位是 相互的更多的去理解对方 走到这个年纪不容易 这辈子还能指上谁啊 指不上那些舞伴 您把陪伴和这个关心 都给了别人 最后啊 如果您的太太含了心的话 没人管您 那不会啊 所以到 我会对我外面好的 对 所以到了这个阶段 把更多的陪伴 时间的陪伴 话语的陪伴 所有的陪伴 应该多多放在她的身上 是 好吧 让她再找回 曾经那个被宠的感觉 就没那么多事 是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山大老师 来 附老师 大哥今天穿的 好像还是舞鞋 对 附老师 也是我的偶像 我就跳舞 就穿舞鞋来 等待一个男人变成熟 这本身就是一个幼稚的行为 这事实上证明 一个人这一辈子 会有小的改变 但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一个男人成年之后 走上工作岗位 如果他依然不成熟 那他这一辈子 就是这么幼稚 大姐要想到 其实你在最初 选择大哥的时候 就是喜欢他的幼稚 和可爱 还有听话 所以你就这一辈子 要为他操心 这是正常 如果你又希望他可爱 又希望他成熟 变得像你心中 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那大概是不可能的 你当初选择他 就大概注定了 你这辈子 要管理他的命运 虽然你管的 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你也不要 因此而失望 这位大哥肯定是 大事没有 小事不断的人 所以他才会在你 严格的管理之下 到外面去寻求 存在感 恰恰是因为他不成熟 所以那些舞伴也好 老师也好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会戏弄的 而你才是他 真正的保护神 你这辈子找一个 这样的男人 你这辈子命运 就是这样 你有甜蜜 有快乐 这种甜蜜和快乐 就是他把钱 都交给你 听话 在家里面也从来没有 跟你顶嘴 这是你比较顺心的 你比较操心的就是 因为一直以来 他都是幼稚的 所以他总会惹出这样 或者是那样 让你不高兴的事情 选择了一个人 获得他的好的一面 也要为他差的一面 去操心操力 生活当中 像大哥这样的人 不在上述 有挺多男人 这一辈子 老了老了 依然不懂事 依然会做一些 很多像孩子一样 幼稚的行为 我觉得大哥 要认识到自己的幼稚 所以在大的问题上 听老伴 不要在外面 让别人当傻子说 真正把你当宝贝疙瘩的 还是这位大姐 而对于大姐来说 就不要再希望 她在老了之后 六七十岁 还想变成熟 那是不太可能的了 好吗 就这样吧 好 谢谢图老师 我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大姐你可以思考 你怎么可能指望一个人 过去他一辈子 按一个行为模式做 突然有一天 你觉得这个不对的时候 你说你改吧 他能改吧 这个其实应该是 年轻的时候 就应该共同做的事情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 从年轻的时候 从恋爱的时候 就没有一起这样度过 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看到的比比皆是 说相爱 你听到的是钱 说要一起 年轻人现在手机看得 比这种夫妻看得还多吧 诱惑更大吧 他们这个例子 恰恰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一个反思 婚姻的目的 婚姻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两个人相爱在一起 家庭的责任是什么 你会观察 你会发现 结婚之后 一旦有了孩子 已经开始 默示和忽视对方 两个人的很多行为 都绕着孩子转 于是就忽略了 两个人之间的情感 关照和依赖 所以当你退休的时候 孩子成了家了 结了婚了 要不然就是自己出去 浪啊浪啊浪 要不然就是 宅在家里面管第三代 为什么就这两条路呢 因为在我们年轻时候的 婚姻生活和情感生活当中 我们其实已经走偏了 我们给婚姻定位的 一个标准是 稳定 至于真稳定还是假稳定 只要你是稳定的就好嘛 这对吗 你要离婚您早离了 这三十六年 我相信这段婚姻 是幸福的 其实几个细节 就已经知道了 在回忆你们领证的时候 你们是共同甜蜜的 回忆和叙述 二十问了 在他退休之前 你的日子好吗 你说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挺幸福的 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 不用跟我们说 离婚是您的权利 您要是能把这婚离了 我还真就佩服您了 其实我觉得聪明的女人 达到了目的 管教过了就好了 别叫那个真儿 要学会鼓励教育 亲爱的 请允议我这样称呼你 在生活当中 没有这样称呼你 感谢你三十六年前 嫁给我选择了我 给我一个爱 和儿女 温暖的家 我捍卫这个爱情 捍卫这个家 为爱情你 特别写了一首 气炎律诗献给你 献给爱情的诗 气炎律 爱 人生天意 夫妻言 甜酸苦辣鬼门关 为其志愿 长歌变 此生无 还笑开言 爱之打头 苦无边 以苦为乐 夫妻甜 恶爱夫妻 比蜜甜 夫君愿赐天下苦 带给爱妻 幸福 请相信我 您这是起言 行吧 回去吧 谢谢啊 来来来 谢谢 请回去 来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美国 请lining 口袋里连10块钱都没有给哪儿来的钱呢 这个钱我还是 哈哈哈哈 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啊 还借着人的钱还没给呢 行行行 谢谢 亲爱的 感谢你36年前选择了 给我来外 陪我个姜 温暖姜 和儿女 谢谢你 现在我办 三里面前 向你求爱这个方式 谢谢你 三里面前嫁 谢谢 我一会一会 给你做完 要听你的话 不再人生气了 好吧 今后 以后不再人生气了 行吗 好吧 你只要改了就行 行 我又改 好吧 再给你一次机会吧 好好好 相信 我疼你 好吧 请亮灯 来来来 送给你们 好 谢谢 谢谢 祝你们继续快乐 永远快乐 谢谢两位 请 谢谢 谢谢 爱情遇到了柴米油盐的时候 才真实地落地了 36年就这么过来了 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 拥抱的时候 大姐是一手拿着礼物 一手在拥抱 你过去想最浪漫的画面 一定是把礼物扔掉 然后抱在一起 这才真是接了地气的爱情 虽然又磕磕碰碰 生活不是还得继续吗 好了 来了解下一阵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我们俩在一起 半年多了 刚在一起的时候 觉得她活泼开朗 和她在一起 只有开心 但相处久了 我感觉她的性格 并不是那么好 经常对我乱发脾气 我觉得她心里 好像根本没有我 因为别人的看法 我觉得她变得 特别没有安全感 总是疑神疑鬼 对我缺少性能 而且她做事特别极端 我真的很讨厌 她现在这样 如果她一直这样 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必要 再在一起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陈 21岁来自江西公司职员 女嘉宾小马 21岁来自江西行政文员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谈恋才谈了半年是吧 对 半年多 怎么认识的呀 就是我妈妈和她妈妈 是在同一家超市上班的 然后我们寒假的时候 去那上班坚持认识的 然后后面的话 我就被她吸引了嘛 然后我就追她 她的半年出问题了是吧 对 谁要来呢 我要来的 来干嘛呢 就是我俩在一起挺久了 然后她 不就半年吗 算久了吧 然后我俩就 算久了这就 好 就出 本来就出境好的 然后这段时间 她就突然就感觉变了 因为我朋友就觉得 她有点比不上我嘛 然后她就有点 不太自信吧 晚上她就 经常就怀疑我 现在就对我不太信任 有时候做事就挺极端的 我就很讨厌她现在这样 好 那咱们就先说 这个不信任和极端 怎么不信任你 怎么极端 就有一天 我在上班的时候 我和她讲了 今天我会特别忙 你不要给我打电话 发消息 她说好 反正之后上班忙去了 根本就没看手机 她就用别人电话打给我 开口就问我 你怎么把我手机拉黑了 我说我没有啊 我在上班忙得很 而且我俩当时也没吵架 我不会好好的 无端无故把她拉黑 她说你自己看一下 我看了一下 好像可能不小心碰到了吧 我就跟她解释嘛 就说我没有 然后她就一直不相信 还就是从她上班上的地方 跑二十多公里 跑到我上班的地方 跑过来查岗 完之后她就给我道歉 说对不起 你确实在上班 是我多想了 她就这样的 而且就是一开始怀疑我的时候 她说中午的时候 我听你的语音里面 有一个男人在说一个虚 我当时莫名其妙 我一个人在上班 我给她发语音 可能碰到哪儿吧 她就说什么 有一个虚 我就觉得她不可理喻 所以你看她 特在意是吧 因为当时的话 我给她打电话嘛 不是那种无人接听啊 就是发现她把我拉黑了嘛 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着急 你知道吧 给她发消息 她也不回 然后我没给她打电话之前 我就去想嘛 是不是我今天说错了什么 然后我就去看聊天记录嘛 就感觉那一段语音不太对劲嘛 就当时无缘无故把我电话拉黑 她说不小心拉黑的 但是电话拉黑 其实也不是不小心就能碰到的 又不是说碰到一下就能拉黑的 是吧 那我就不小心拉黑了 我在上班我在忙 我哪有时间办手机 而且我俩被吵架 我干嘛好好把你拉黑呢 好啊 你就是喜欢多想 好 反正不管怎么说就去了嘛 这只能代表说 男方对女方很紧张 也比较在意这段关系 是不是这意思 女生就觉得你看 你不信任吗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别的吗 她还就是总是很小气嘛 还有我就有两个高中同学 一男一女 他们俩是情侣 我和那个男同学就关系比较好 经常在手机上聊天 就开玩笑什么的 可能尺度有点大吧 就说话啊 开玩笑什么的 她就觉得听不惯 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说 告诉你同学 讲话注意点 不然我对她不客气 你说我俩就很熟了 我怎么好意思跟别人讲 我就跟她说 讲话注意点 那我俩都那么熟 她也听惯了 可能没反应出什么吧 她就觉得没什么 还是继续 然后我超级不高兴了 就当着我的面 就逼我删了她 就不删 我是你男朋友 你选谁就这样 哦 那你喜欢谁啊 我当然选她呀 她是我男朋友啊 那不就结了嘛 所以你跟那人说清楚嘛 说你现在各自都有情感了 但是 要注意 我俩不是那个暧昧什么的 就是正常的开玩笑 起来好 你看她不也说有点过吗 对啊 就是她自己也觉得 就是说话特别不好听 你知道吧 然后我叫她 我也没有说是去威胁她同学 或者怎么样 我就叫她 我说你跟你同学说一下 叫她好好说话 同学嘛 聊天嘛 开玩笑嘛 都可以是吧 但是说话得好听点吧 就那些什么骂人的词 都用上 就不太好嘛 我说你就跟你同学讲一下 但是的话 她也没有跟她 怎么叫骂人的词 他们俩聊天 还有脏话嘛 有 然后的话 我就跟她讲嘛 咱们不论这个 只能说在这个情感当中 听到现在男生 对女人是比较紧张的 但是女生觉得 你看你这人怎么那么小气啊 对 还有别的吗 就还有一次 我俩在打电话的时候 就是我高中谈的前男友嘛 突然打个电话 给我打断 我俩打电话 他就说 最近新上班的公司那 有一个同事长得特像我嘛 然后我发现 我们俩在同一个地方上班 他就说要交我微信 我当时就想着 我俩就已经 很多年没联系了嘛 也没有什么倾诉 暧昧什么的 就是普通朋友之类的 你说加微信 我就加呗 就算了 我也不好拒绝 加微信聊了一会儿 问你去 为什么不好拒绝 因为我就觉得又很尴尬嘛 他就 就给我打电话了 我就不好说 他说加微信 想没什么 我们就不怎么聊天嘛 然后加了之后 他就说 有时间下次出来这个饭呗 我说好 下次有时间再说呗 然后我就回给他电话 他就当时就 一直问我 就不信我 问谁给你打电话 我说一普通朋友 我就不想麻烦 到时候跟他说前男友 他又总吃醋什么的 他就亲爱就不太信我 然后他就说 普通朋友吗 我说对啊 然后后面我俩在一起 就看电影的时候 他就翻我手机 就看到了 然后当时直接就大发火 说我跟人家怎么样 还想跟人家回去 什么之类的 还跟人家吃饭 当时我并没有去多问什么 是到后来 我看到他俩的聊天记录 然后我就感觉 这个人不像普通朋友 对吧 然后我就问他 这个人是谁 他还骗我 就是不告诉我是他前男友 他就跟我说 是一普通朋友 然后后面 我一直问他 一直问他 他在告诉我 是他前男友 我当时就跟他这样说 前男友你约去吃饭啊 我说你不要去 然后你把他删掉 但是他就不肯删 就一直不肯删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那人家都找上来了 加了我微信了 还给我讲话了 我还毁了别人 然后跑跑的山上 谁早上来你都 谁早上来你都又这样吗 多尴尬呀 那我 这有什么尴尬的呀 你有新的感情 他也有新的感情啊 直接拒绝不好吗 为什么要扯这么多事出来呢 那人家说一件吃饭 我也应付着他 我又没说要去 反正我看到的是 你已经答应了他呀 然后你会不会去 我也不会知道啊 我可你不会去啊 我刚才用了两次 我说 男生在乎你啊 我听到第三个 我就不能再用这个词躺了 我恰恰想问的是 你信他吗 我信他呀 你信他 你看他手机干嘛呀 不是 你信他 你查他 查得这么严干嘛呀 那不是查 就是无意翻到的 你怎么老无意 就能翻到呢 那我只能得出两个结论 结论A 你女朋友太随便了 因为你无意一查都是事 结论B 你就是刻意在查 就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嘛 他喜欢拿我手机看 然后我就拿他手机看 所以我就提醒大家一句吧 就是在生活里面 你在一在二 当你在三在四的时候 它就不是一种巧合 一定是堆起来的 信任和不信任 一定是堆起来的 包括男生那话说的没错 你们俩已经分手了 你有了我 你的态度应该坚决 可是不能用吵的方式 和这种方式传递出来 那女生就会觉得你比较偏激 同样的话 从不同的人嘴里出来 她的分量和对方听的是不一样的 听明白了 行 女生 这就算到极致了吧 还有吗 有 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 我就来两个短信 就是收件码嘛 我心想我没买东西 我就问一下他 你给我买东西吗 他说没有 然后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快递 我跟他讲了之后 他就叫我赶紧把取件码发给他 他就到老远跑我公司 把我两个快递取出来 就是要查我 生怕就是别人给我买东西什么的 然后打开发现就是纸巾嘛 我才想起来是我同事让我代收的 这么小一件事情 我就跟他讲了 他就跟抓奸一样 就是跑我公司 我就觉得他一点都不信任我 可能就是因为他有骗过我嘛 然后他突然跟我说这个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嘛 然后我就想去看一下 但是我看到了以后 你跟我说了是你同事的 教你代收的纸巾 我也没有说什么呀 我还给你道歉了呀 但你跑那么大老远看 就是怀疑我呀 所以女生到这时候就有点崩溃了是吧 还有就是 他说一起去 看他奶奶嘛 然后 说啊 结果我们俩个人的 结果第二天 他妈妈说他就只爱 这些星期全都在 然后我直是妈妈 然后我就很尴尬 然后他就说 我就说我有点累了 会把他休息一会儿 我刚去他家嘛 然后有一点 我也不好意思 在房间不出来 我就说好 那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就突然就是帮忙嘛 跟他妈妈打下手 然后他们家这些亲戚 全都在那里聊天 然后我一个人在后面帮忙 然后就一上午 他也不出来 打中我吃饭的时候 我就叫他 然后把他叫醒 他当时还不以为意 我跟他说 我一个人在外面好尴尬 他就说 你不是跟我妈认识吗 你有什么尴尬的 就觉得我一个人 在下矫情 你知道吗 就一个人在那里上午 他在里面睡觉 这个当时我跟他说了 去我奶奶家 我不知道我妈 和其他人会过去 到那里才知道的 那当时的话 在外面待了一会儿 我确实是特别累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就休息一下 我当时想嘛 反正他跟我妈 也是认识的嘛 就是他们可以聊聊天 就没想到他会觉得 这么尴尬嘛 所以男生基本没听懂 女生是怎么回事 对 你把一个女生 撂在了一个 他认为陌生的 不安全的 手足无措的 一个环境当中 你丢下他不管了 这是让他受不了的 他的判断是 你不在乎我 是这意思吧 对 还有别的吗 这委屈的 还有 有一次我俩在那边吃饭嘛 当时九点钟吧 就是那是一个烤肉的餐厅嘛 自住的 他就不爱吃烤肉 我就去拿一些食材 然后过来 给他倒进火锅里 他先吃嘛 我再去拿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那烤 他吃差不多了 他就说 我们走吧 吃差不多了 当时才吃了一个小时左右吧 我又拿又烤 别人男朋友都是给 别人女朋友端呀 烤啊 做呀 什么的 他就一个人在那玩手机 我拿过来之后 他就吃 他吃差不多了 就说他吃饱了 要走了 说什么 当时我们是最后一桌 体调人家服务员 就不要人家干等我们 可是我还没有开始吃 其实当时我们不是 九点多钟才出来吃饭的 我们当时七点钟就出来了 然后我一直问他吃什么 带他进一家店 就是这个不吃 那个不吃 然后一直拖 就是因为他一直拖到九点钟 实在没办法 他就说吃这家 他那些东西我也不会弄 然后我们吃得差不多的时候 然后服务员过来 已经过来问我们 准备打烊了 然后当时就跟我们一桌 所有服务员都在我们那桌旁边 就问他 吃好了吧 差不多咱们就走了 然后他就给我发脾气 好 来说我想问问啊 我从来不相信这个 在情感当中 有单边的那种责任 肯定都是双边都有责任 双方都有责任 你心里你女朋友是个什么样 至少他今天上来非常坦诚地说 在我们这个关系当中 他不信任我 他很极端 那在你心里 真实的他是什么样 脾气大 我什么都得顺着他 举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出去玩吧 然后一时住行 他都不管 到酒店里面就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他一直在那说 一直在那说 我不行 咱们就换一家 然后他说 你什么态度 然后就给我发脾气 那本来就应该你做 那攻略不应该你看了 那我们俩出去 你不得照顾点我呀 别人男朋友 都是别人做得好好的 别人女朋友 有什么怨言吗 我其实好奇啊 我插一句啊 这不就应该有两个人 商量的事吗 要不然 对啊 他从来不看的呀 行 还有别的吗 叫脾气大 我们出去玩 他什么都不管 我管了 他还挑刺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 他特别不守时 你知道吧 女人守时吗 他恋爱期间都不守时吧 但是他就直接爽约 就比如说 今天晚上八点钟 他跟我说 咱们明天出去玩吧 我答应他 我说好啊 然后他到晚上十二点多钟 他又跟我说 我明天想睡个懒觉 又不想出去了 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嘛 因为我这件事情 我都安排好了 他说不去就不去 等于说我明天就是 一天就白安排的 听明白 不在乎你感受 对吧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女生在一开口的时候 就是说 我的很多朋友都认为 我比他强 是吧 对啊 但我不这么觉得呀 你觉得他比你强吗 我没有啊 那你觉得他跟你相处的时候 他有优越感吗 有 什么样的优越感呢 就是我干什么 我都得顺着他来 那你觉得应该 怎么是对的呢 我觉得有些事情 两个人商量啊 还有就是很多时候 他就从来不在乎 我的感受的 我怎么不在乎 你的感受 一件少就你问一下 你是那样的语气问的吗 有的时候我来 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这样看我手机 我有说什么 来个做点电话 或者是垃圾短信什么的 我看一眼 然后没用的嘛 我就删了 要不然挂了 他就说 是谁打电话 谁发短信 我说垃圾短信 垃圾短信 你删这么快干嘛 就在怀疑我 就完全是 我来个垃圾短信 我删了我都不行了 就还要给他过目一下 我才能删了 怕他跑吗 有点吧 因为之前他 毕竟有骗过我吗 怕他跑吗 和他骗你是两个概念 怕他跑吗 怕 对这感情 你也挺在乎的是吗 嗯 这男生都对你 这么不好了 让你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这个控诉 为什么还要来这 解决问题呢 直接分手不就得了吗 就说他有的地方 对我还挺好的嘛 我上班的时候 他早上就祈祷过来接我 从他家骑车过来接我 然后我下班 因为我过来接我 送回去买 有时候他自己 舍不得买的东西 就给我买 接你上下班 对 但是他还是就是 最近这段时间 我感觉他变得 就很厉害 就超级不形容 就好讨厌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你们俩 才谈了半年的 男女朋友对吧 半年多了 就是这么短的时间 已经有这么不好的感受了 不开心是吧 又开心又不开心 对半吧 今天你为什么来 他来我理解了 你为什么来 就他要来嘛 好了老师们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在我刚听到 你们两个 前半段的故事的时候 我想起了张爱玲 说过的一段话 她说 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 像个香囊一样 用细密的针脚缝缝好 放在行李箱里 藏藏好 我认为男生对女生是 在乎 是爱 是不愿意 他和别的男人 有更多的接触 但是当我听到 后半段的时候 我听到你 他在你家 你把他抛下 然后 他把你抛下 不去进行你们的约会 你们两个人 共同地说出了一句话 叫做 他不在乎我 让我想起了 那个书的名字 叫做 我爱你 你却只爱你自己 在这段爱情当中 你们两个人 都是只爱自己 敏感 多疑 不自信 我说的是男生 你去到他的公司 确认他在不在 你跑到快递柜 去看 这个快递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特别想知道 你想要一个什么答案 就是想确认一下 是不是 就是一些 我告诉你 你的内心想要一个 肯定的答案 你希望证实 你的猜想是对的 即使你抓到了 你不见得会 马上的离开他 你只是希望 用这样的行为和手段 打压 他在你心里面 所谓的优越感 如果他犯错了 他越举了 你在我面前 就一辈子都要逼头 起码在这段感情 持续的过程当中 你是挨我半截的 你要的是这个 所以我说 你只爱你自己 爱你自己的感受 不然的话 你不会把他抛下 不会让他还没吃饱的时候 就说这顿饭结束了 女生呢 梨花带雨 满腹委屈 同样你也是只爱你自己 前男友就是前男友 为什么要说是朋友呢 我怕他多想 满多手 他一定会多想啊 他为什么会多想 因为大家都会多想 公序良俗就会认为嘛 如果你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反而不会多想 而且他让你删掉 你为什么不删 有什么好尴尬的 你打内心里面 更爱你自己 更在乎你自己的感受 对你不删啊 你的前男同学 他为什么会敏感多疑 你没有责任吗 在恋爱当中和 其他异性的界限 到底在哪里 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清楚 而且你刚才两次地提到了 别人的男朋友 怎么怎么怎么样 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羡慕吗 我就只希望他能像别人一样 他不是别人 他是你的男朋友 如果你爱别人的男朋友 你就去跟别人的男朋友 他就是他 所以你们两个都是爱自己 只在乎自己的感受 在这段感情当中 我看到的就是幼稚 但是幼稚没有关系 因为你们只有21岁 幼稚也就幼稚了 成长是岁月 给予你们的财富 但是在这段感情当中 我并不看好 祝福每一位 谢谢 好 谢谢泽妍老师 女生心累 心里苦 但是怎么说呢 其实男生比你累很多倍 苦很多倍 因为男生心里面有魔障 爱有很多种 有的人的爱是爱 有的人的爱是病 男生你的爱生病 为什么会得病呢 有你性格的原因 也有女生身边那些朋友 我相信包括还有一些追求者 或者欺慕者 会有这些人的存在 然后也会有 你经常对他说的 你为什么不能像别人 这个别人也一定是有指向性的 形成了一种压制 导致了他的心理失衡 我们经常会听到 有人说一句话叫 嘿 这个人条件太好了 你吃不住 吃不住什么 他就是一个心理落差 在这种心理落差里面 它其实分几种 一种叫配不配得上 一种叫忍不忍得了 一种叫怕不怕 失去 其实你们两个 不管男生怎么嘴硬 其实男生心里面都有自卑感 你觉得可能 一直有人在说 我配不上你 所以我可能真的配不上你 所以我要把你管得紧一点 当一个男生 自己内心觉得配不上的时候 才真的配不上 那么当一个男生 觉得我配不上这个姑娘的时候 他有几种选择 有一种男生 他选择让自己变得更好 第二种 是把这个姑娘变得不好 就我改变不了自己 我改变你 还有一种呢 就是管 我把你管得死死的 配得上配不上 别人说我不管 反正你没有机会 去跟别的人怎么样 你是这 这是第一个 配不配得上 第二个 忍不忍得了 一个条件好的人 或者说条件还不错的 他一定会有很多追求者 所以当你去选择 和一个条件不错的人 在一起的时候 你必须要忍受 他有很多的追求者 这是你的选择 爱情是情感交流 但也是一种契约 这种契约就是 你选择了他 你就要接受他 所带来的一切 这个时候 我们不是说 你所带来的一切 我都不要 我只要你这个人 而是尝试着去接受 尝试着去和解 这才是一个成熟的人 应该要做的事情 更多的 关注到自己 情感之外的自我 更多的关注到 自己事业以外的自我 更多的关注到 他内心真正需要什么 他的情感的缺失是什么 而不在于 你们两个人有多大 他距 而不在于别人 说了你什么 而不在于别人 是怎么看你们的 爱情不在于别人的评价 爱情在于自己的体会和感受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来 莎娜老师 在爱情当中 谈优越感 这个事本来就是一件 很可笑的事 我不知道是你的 哪个朋友跟你讲说 感觉上你比他 怎么怎么样 如果真的是那样 你干嘛还和他在一起啊 你不应该找更好的吗 我感觉好像 你要下架一样 放到男生 这里面来说也是 谈何优越感 你再怎么样 不是还是和我在一起吗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平等的 我们彼此包容 彼此理解 一同来做爱情这道题 我们没有谁比谁强 我们都是在爱情 这堂课当中 一起成长的 我更想说一点的是 关于女生 这个不懂拒绝的这一点 虽然大家听起来 这个不懂拒绝 好像是感觉这个人 哎呦很善良 然后呢 又是一个 很大度的一个人 但其实不懂拒绝 在女生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因为不懂拒绝的潜台词是 你可能会是一个 没有原则 没有底线的人 他之所以 这么地不信任你 之所以这么地 没有安全感 之所以这么地 要在这找自己的存在感 要压你一头 就是因为 你的不懂拒绝 现在的不懂拒绝 在别人看来 你会用一句 好尴尬啊 这样的词去 搪塞过去 可是未来 时间长之后 不懂拒绝 再演变成 没有原则之后 这个事情 就会非常可怕 所以不懂拒绝的女生 一定要注意 你的底线在哪 你的原则在哪 甭管你是我的前男友 甭管你是谁 我不会有尴尬的一面 为什么 我不怕你尴尬 我怕我男朋友尴尬 我怕我自己尴尬 而不是要在意 你前男友 尴不尴尬 这错了 你不觉得吗 尴尬的对象错了 是不是 所以其实 在这段感情当中 很明显能看出来 你就是有恃无恐的那一方 你自己心里 就是有优越感 你就是觉得 我比你的条件好 我长得漂亮 所以你事事都要顺着我 我做什么样的事情 你都要接受 包容 接纳 没有第二个选择 所以男生慢慢就演变成了 我偏不这样 我一定要压过你一头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就成了比赛 你觉得你有优越感 我偏不让你有优越感 现在就有一点 两个人把这个感情 推向了一个悬崖边上 马上就掉下去了 因为你们的感情的重心 不在相互关爱 而在相互摧残 那这样又有何意义 再继续在一起呢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那么在意她 你真的觉得 这个女生我没办法失去 那你应该做更多的事 怎么样的关心她 怎么样的把她留在身边 而不是把她 推向更远的地方 希望你们各自 都能想得清楚 看得明白 谢谢 好 谢谢刹达老师 她的目的是很明确 就希望你一直 能够像一个粉丝一样 宠着她 顺她的意义 但我就弄不明白 你要干什么 就有一个时间 就两个人来干吗 你不就是希望她老实点吗 别那么高傲吗 你还希望她卑微点吗 头别抬那么高吗 别以为自己长得漂亮 就可以招风引力 是这个意思吧 那这跟你之前 找她的时候的想法和意愿 是矛盾的呀 你最初喜欢她 不就是喜欢她的光彩照人吗 你也不就是从她 在最开始吸引你的 那个光芒当中走出来的吗 跟她其他的追求者 不是一样的吗 你本来就是普普通通的 追求者当中的一员 你凭什么 想要跟其他的追求者 不一样 你有点掩耳盗铃吗 在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看见 有一些在颜值和身高上 相差很远的夫妻 当外人在评价说 你配不上她 或者是她比你要好看 很多的时候 彼此情感质量好的 这样的夫妻 会婉然一笑 因为他们自己心里很清楚 他们的情感 早已经跨过了 颜值与颜值之间的差距 但是你们没有 你们的所作所为 都一直在强调 你们之间的这个差距 比如说 你在某些方面 做的边界效应 不够明显 对于前任不够坚决 这也是在强调 我可以这么做的原因 是因为我有市场 我比你漂亮 我颜值比你高 所以我可以这么做 而对于她来说 虽然她表面上 是想抹去这个差距 但她没有用正确的方式 就是包容付出 和让自己变得更长 但是你们所有的所作所为 都明明确确的 在强调这层差距 如果你们自己跨越不了 这一层外人觉得 你们之间的差距 那你们还是趁早分手 否则的话 我都可以想象 如果你们俩如果结了婚 走到中年 也就是当你荣淹老去的 那一天的时候 她会怎么对待你 她会怎么跟你翻旧账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谈了半年了 女生上来其实就说了一句话 已经很久了 好的时光总觉得短暂 不好的时光才觉得很久 嚣张是因为不在 在于谁又能随意嚣张 我通常就一个特别朴素的观点 谈恋爱是为了让两个人快乐 开心 寻找共同的生活目标 并持续地走下去 谈恋爱不是为了两个人互相折磨 彼此控制 互泼脏水 所以你们问问你内心 快乐吗 你们愿意让这种情感 就这样下去吗 我们俩一直在一起 这段时间都挺开心的 你一直对我挺好的 我的爱好 你总喜欢迁就我 我也觉得挺快乐的 但是 我就觉得这段时间 你变了好多 不像以前那样体积的照顾我 我觉得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我对你还是一样的 跟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我没什么变 只不过你把我做的一些小事 就会去认为我是去怀疑你 然后的话 你也就是看不到我为你付出的东西 就是我希望你能看到我为你付出的东西 好时间到 请两位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关门 来吧 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都放手了 听进去了 全这四位的话合在一起就是 你们没爱上 你们爱错了 你们分开吧 结果他们真的就做了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再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经约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 晶云中央厨房 有网友提问说 男友和前任有一段八年的恋情 我一直很介意他的这段过去 虽然男友把前任的联系方式当我的面山了 但前段时间我俩吵架冷战的时候 他偷着跟前女友聊微信 诉苦 说我特别任性 这件事被我发现以后 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想提出分手 却又舍不得 我该怎么办 人性有一个弱点 你越害怕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就会越折磨你 你想想 八年的感情都没有走进婚金殿堂 你又害怕前任什么呢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